不是150就可以解決 為什麼要把事情搞這麼複雜 我們台灣的美德不就是健保嗎 就這樣畸形到爆掉就好了 現在就已經快爆了啊 那爆會怎樣 就已經快爆了 你是聽不懂是不是 大家好 我是訂閱了3萬人的達爾傑森 我是不開心的發瘋 幹嘛不開心啊 我們今天 你們這些醫療人員診所醫院啊 你們不知道你們幹了什麼嗎 幹了什麼 掛號費好好的為什麼要取消上線 當我們哪個都盤子啊 我跟你講這個啊 裡面很多東西可以討論 你先不要那麼深刻 我知道你每個禮拜都要看尼尿科 欸幹尼尿科 肥哥在腳本上 我們今天這一集就要討論說最近在醫界 然後也不是醫界啦 就是民眾也會討論就是 台灣的醫療診所的掛號費 就是取消上線 掛號費原本有上線喔 對啊原本有上線 不是行情就是150嗎 沒有啊就是 診所 區域醫院地方醫院 準醫學中心醫學中心的 那個掛號費訂的都不一樣啊 所以他有一個 原本是有一個上線 對會有一個上線 說你不能超過多少錢 大概是多少一千 你知道嗎 一般來講在診所大概100多塊吧 100塊200塊這樣 然後你在醫學中心可能就是 4500塊 那個確鑒數字我有點忘記了 這應該是在保護我們人民吧 那我們不會被醫生醫院給割韭菜 也是啦 但是這樣就變成醫療界 醫護費割韭菜啦 對啊 為什麼他要帳 為什麼要帳 台灣的醫療診所啊 醫院或是診所 怎麼樣拿到錢嗎 不知道 就比如說你今天是病人對不對 我是醫院對不對 你到我這邊看病對不對 那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的醫療 做了多少的藥 給了多少的藥物 那做了多少的醫療處置 那他就會有一個健保點數嘛 比如說我今天幫你割盲腸 然後開刀費可能是 呵呵呵 我差點又以為你要講割 進行醫療處置 那比如說你住院這段期間 那就會有一個點數 比如你進來治療盲腸炎 那你可能就健保點數可能是25000點 25000點 對喔 那25000點其實一般來講 應該是要25000塊才對 那我們這個點數跟我們台幣的幣值 是這個是多少 以前 以前應該理想狀況下 一點應該就是一塊啊 1比1 這是以我們醫療從業人員的角度 我做多少錢 我跟你製作 然後 欸停 我們 我懂我懂你意思 對 確實應該要1比1嘛 1比1嘛 大家也知道台灣 老年化 然後老人越來越多 然後大家的那個醫療需求越來越大 健保它是一個總額制 你就把它想像成就是一塊披薩 就這麼大 錢就這麼多 對錢就這麼多 一年大概是8000億左右 好那這麼多就是由 所有台灣所有的醫療院所來分嘛 那既然分 我就做多一點啊 你也做多一點啊 大家越做越多 不過有時候也不是說醫療院所要越做越多 因為民眾一直來嘛 本來需求量就大增了 對 需求量就大增了 因為 其實像很多比較先進的國家 感冒沒有人在跑醫院的啦 自己到藥房 配點藥吃或多喝水休息 就會好了 但是在台灣就是 有點感冒有點發燥就會 就會就醫嘛 那你就會造成說 比如說整個醫療的花費支出越來越高 變成點數大於這個健保預算 比如說 比如說每年的健保的總額 政府給健保就是 8000億 我們點可能有 就是可能9000億 9000億 就是1萬億 對1萬億之類 那一除下來就變成說 你健保點數一點 可能只是比台幣的0.9塊 這是幾年前 疫情前 0.85到0.9 這陣子疫情後 我們甚至北部啊 就掉到0.6、0.7 就很誇張了 那你這個部分 就會讓整個基層的醫療 或是很多醫療院所反彈 怎麼可以這樣咧 我們就是這些醫療就是 就是做了嘛 就是有這些花費嘛 那為什麼我在 怎麼能扣我點呢 怎麼最後在跟健保局 申請費用的時候 健保局說 不好意思喔 錢沒有很多 所以就打7折 在這樣子的一個背景之下 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唯一一個方式就是什麼 漲價 漲健保費嘛 就讓這個總額變多了 不然就是你減少 減少醫療嘛 好讓醫療需求降低啦 對 醫療需求降低嘛 就是以後 你健保就是要保大不保小 小感冒也是自費啊 你開完藥弄一兩千塊 你就全部自費 啊 感冒一兩千塊 不是150就可以解決 為什麼要把事情搞這麼複雜 我們台灣的美德不就是健保嗎 不是 可是就是已經變相畸形了 好一陣子了 就這樣畸形到爆掉就好啦 反正用沒關係 現在就已經快爆了啊 那爆會 就已經快爆了 這聽不懂是不是 爆了會怎麼樣 我們 爆了之後就會 醫療崩潰啊 你說醫生罷工啊 就像韓國這樣 最近韓國的醫師罷工 變成這個樣子以後 你就會有很多醫生想要去做自費醫療 比如包括醫美 或者是包括就是很多的 自費高端的健檢 這一類的 而且台灣也慢慢出現這樣子的一些診所 那醫美不用講啊 像台灣很多年輕的醫生 根本就不當住院醫師了 就直接去醫美診所闖天下 有在關注我頻道的時候 看我們節目的 粉絲都會知道 我都是一直用很實際的方式去講解說 台灣的醫療現況 還有台灣的醫療人員 那你不能一直用一種 高道德 或者是醫德 所謂的醫德 或者是什麼 來去讓這些醫師護理師 抱著頭往前衝 因為熱忱 當然是你做任何工作 你都要有熱忱 但是你沒有收入 你這熱忱可以維持多久 所以我們就要用很 很符合現況的方式 來去剖析問題 這樣才有辦法 能夠凸顯真正的解決方法 所以我們把取消上限 這件事情成真之後 我們以後去診所會變什麼樣子 我先講一下為什麼要取消 這個掛號費的上限 這樣講也很 我不曉得會不會得罪 這樣有點像健保局在甩鍋 因為很多基層的 比如說診所 他們有點快撐不住了 說我已經這樣子 疫情這樣撐下來 然後現在只跟你 要申請這個健保費下來 你又一點又給我打個 8折7折 甚至6折 那我這樣怎麼生存 我水電費要付啊 我護理師要付錢 我要是要付錢啊 那我 我的那個 我的那個櫃檯人員 也要付錢啊 那這些都是成本嘛 其實健保在台灣來講 就是一個潘朵拉的盒子 你要解決它根本的問題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要嘛你就錢變多 就把台灣這個醫療的支出 從GDP6% 至少要漲到 跟靈性的國家 你要相近8% 健保費要調帳嘛 保大不保小 這兩個層面嘛 你第一個把錢變多嘛 第二個就是減少 減少支出嘛 那你繼續這樣撐 基層的醫療院所撐不下去 他就只好說 這個喔 健保費我是沒有辦法 再多給你們的啦 啊你們就 取消掛號費上線 你自己想辦法 所以我不應該對你生氣 對 但是對 健保 健保局 對啊 可能健保局 也有他的難度 也有他的難度啦 其實差不多都難啦 對啦 但是他取消這個 至少 他也算是賣出一步了啦 我今天感冒我去看 一般耳鼻喉科 有可能我要付300塊 有可能你以後去看黃耳鼻喉科 他掛號費可能是150 你去看零 耳鼻喉科 他掛號費可能是500塊 500塊 OK 反正這就回到市場自由競爭 對對對 你有沒有本事叫這個價 你有本事你就活得下來 這也不是壞事啦 其實這樣也是好啦 就像我們拍影片 坦白說其實其他行業 都像一分錢一分貨 對啊 這個也會回到 所以我才選擇你嘛 但是好像我們這個預算好像兩年了 就是因為我這個經費不足才選擇你嘛 哈哈哈哈 哇 但是另一方面 其實健保局就很厲害了 把傷害丟到診所 丟到醫生身上 因為民眾就會說 蛤那這個醫療診所要漲價啦 醫療診所真的是太 戀財 戀財 愛財沒有醫德 可是不是這樣 因為他從健保局那邊得不到相對應的一個合理的點數 他一直被打折 他只好從他 可以調動 可以控制的這個掛號飛來著手 那我覺得這樣講也不公平啊 就是我們一般人哪知道一個醫療正常的行情 我今天真實我今天就出個車禍 然後我腳受傷了 救護車來載我去治療 骨折包石膏 那我這一趟能花你們多少錢 我不要講後面那些 光你出車或救護車的時候你到醫院 你在國外最少500美金起票 嗯 500美金啊 你說我還沒有到那個地方 你還沒進入醫療 我他媽就要花一萬多塊 沒錯啊 這孩子就是我很保守的 我有講錯大家底下留言 那我打什麼 止痛 然後 包 然後開手術 你那個 我看沒有幾千塊美金 你是出不來的 幾千塊美金 如果你沒有醫療保險更慘 所以其實台灣民眾其實 長期以來就是有點 低估了醫療的一些花費 健保實行現在20年了 就是大家我們一介會說 民眾 台灣民眾有點被寵壞了 現在才幾月 現在3月19對不對 我今天早上看一個病人 他健保註記 現在才3月19 他已經看病360次 他平均一天看 5 6 7 8次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到處去打麻菲 麻菲成癮 對啊 他到處去打止痛針 然後跑這間 跑A 跑B 跑C 跑D 跑E 總有一間會幫他打 就是有太多這種 這樣子的一個 醫療現況是民眾不知道 就是有一群人一直在浪費 就是有這樣子的人存在 所以才讓健保一直入負付出 就像 蓋子有洞一樣 他就一直漏 那目前看起來 你要去把這個洞補起來的措施 我是覺得 我以一個小小的急診科醫師 我是沒有 還看不到 繞回來剛剛的問題好了 取消罐號費上限 那會造成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我覺得 對民眾來講不一定是壞處 可以根據你的個人的能力 去選擇你可以負擔的這些診所 其實講白了 有些名醫也不見得真的特別厲害 我們是缺內人嘛 那當然有些 誰沒有特別厲害 沒有沒有 我們不要挖洞 這不行 這會出事 呵呵呵呵 如果我們有會員影片 那就不一定 那就不一定了 以後 台灣的醫療就是 漸漸的會走向 譬如說像英國那樣 就是M型化 有錢人就是看自費的 如果說比較弱勢的 比較沒有錢 那就看全民健保 健保不會不見的 各位民眾不用擔心 只要有政治 只要有選舉 健保是不會不見的 只是它會變成怎麼樣 歡迎各位觀眾在底下留言 你對 掛號費取消上限 有什麼樣的看法 以上的看法是我個人 出錢的那個 我從10年出錢的這個見解 那可能有冒犯各位前輩的地方 那我們也是底下留言 大家互相討論 如果有任何媒體 轉發我們這支影片 請務必把 剛剛講的會要剪進去喔 對 請幫我馬賽克 OK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大鈴鐺 我們下一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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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再來